上周日晚的钱塘江有些不寻常 安静沉默了江西 突然缓缓升起了一个蓝色的方块 浙江卫视的台标赦然出现 在这个立方体的每一面上 与此同时 钱塘江两岸的地标建筑物 发出了绚丽的灯光 中国南十周年 因为有你等字眼 被映在前江星城上 这精彩的灯光秀 通过因为有你浙江卫视 中国南十周年主题晚会 进行实时转播 令电视机前的我们发出会心感慨 十年了 中国南十年都去哪了 在浙江卫视 中国南十周年的官方微博下 我们找到了许多带着温度的答案 有大学生回忆 几何浙江卫视共度的童年 十年前我还是小学生 只记得那时候 全家一个劲地追着 我还记个词 那首希望就在前方 想必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 十年了 现在我大二 中国蓝陪伴了我的成长 还有粉丝用一百字 串起自己看过的中国蓝节目 从最初的海阔天空 一路是蓝 到后来的梦想 天空分外蓝 我要为你畅想中国好声音 因为我知道爱唱才会赢 我要为你烹饪十二道风味 因为那是你熟悉的味道 我相信总有一天 掌声响起来 世界都会为你喝彩 原来 十年的时光 虽无声无息无形 但却被每位观众所铭记 其实 又何止是观众有温暖的回忆 中国蓝也有很多奇妙的记忆和缘分 因为中国蓝的十年 在建政 昨夜的十周年晚会星光异议 而对于中国蓝来说 这些嘉宾都和浙江卫视有着特别的渊源 用一首萧筹登顶音乐榜单的毛不易 在昨晚揭开了和中国蓝不得不说的故事 毛不易的电视首秀 竟然是在我爱记歌词 当时作为现场观众的毛毛 被摄像机记录下蹦蹦跳跳的互动瞬间 而多年后 如今的毛不易以歌手的身份 祝贺中国蓝十周岁 从观众到歌手 中国蓝的十年见证了毛不易的成长 也见证了更多人一路的闪光 我们的蓝朋友郑凯 六级奔跑吧 见证了他小猎豹的诞生 也让更多人看到他真实可爱的一面 曾经的神话一个小镜藤 出道十年 如今在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 最优的我们中 已经成为实力与效果并存的导师 演员蓝莹莹通过演员的诞生 被更多人所熟知 而晚会终唱响 慢慢喜欢你的他 将再次被定格在中国蓝的精彩瞬间中 中国蓝的十年 正是被这些精彩的闪光瞬间一一填满 我们不无骄傲的记录下着星光的闪烁 但对中国蓝来说 我们更丝毫于伴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成长 晚会中 奔跑了的总导演姚一天 从幕后走到台前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C位 他有些感慨 我来到台前 而我的小伙伴们此刻正在幕后工作 可能在后台 可能在技术间 可能在负责道具 就如同浙江卫市几十年的老员工时致敏 在幕后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 让中国蓝的一线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 正是每一位员工在台前幕后的付出 才让中国蓝得以不断前行 姚一天说 中国蓝的十年也受我的青春 那么 希望下一个十年 中国蓝也一定能成为更多人青春的色彩 十年的结底 因为有你 我们回首之后更加不敢怠慢 庆祝之际更之肩上重担 也是因为有你 我们愿意打磨自己 令中国蓝更加闪耀 因为有你